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仔细想想 郑楚耀那个傻瓜 大多数时间都是素色T恤或是衬衫 配上亮色系的手表 比较随性的阳光男孩风格 讨厌我的一切 除了家世背景我无法改变 你不就是喜欢所谓朴实无华的 小白花风格吗 这还不容易 我要改变一下造型 好的 没问题 青春要带点性感 朴素要带点奢华 低调也不识小清新 能不能具体点啊 是啊 我都不知道 如果本小姐满意的话 费用加倍 这下你应该明白了吧 星辰小姐 我跟你说 你这个皮肤好 可以走这个 小清新美女的风格 对对对 变上这个余红色的唇膏 今年正流行啊 对对对 漂亮亮的黑色直发 肯定要配你啊 小清新是吧 来吧 来吧 好疯了 你可配轻一点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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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姐 你的指甲阿凯老师说要处理掉 你发生处处 这些世华洛世奇的小水钻 可是一颗一颗粘上去的呀 那是艺术你知道吗 小清新是吧 拔 郑楚药 你等着 本小姐要使出浑身歇数搞定你 等到你对我死心踏地的那一天 一定把这些日子受的怨气加倍奉还 喂 喂 小姐啊 我今天约了医生要看风湿 饭后让楚药少爷直接送您回来 可以吗 没问题 林小姐 你做造型也大半天了 都没有吃东西 嗯 要不要来一点 不用了 你们先吃吧 我要继续做造型 那我们自己先吃喽 走 去那边 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给我换装鞋子 给我换装鞋子 弄弄热 你的嘴角 微笑堆肚太高 你不知道 有你存在 一切刚刚好 不是吧 这是狗血偶像剧吗 为什么这朵小白花总是无处不在 当地谁才是女主角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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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泱泱 你是故意的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余泱泱 你这种女生就是心里阴暗 见不得别人好 一定是今天在学校看到我拿了新的包包 原来是雷氏珠宝的千金雷佳娜 有小白花兽的了 有什么材 这是限量款的 假的 知道什么是限量款吗 堂堂珠宝集团的千金 买了假名牌 也是够奇葩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帮你擦干净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喂 你装什么可怜啊 我告诉你 你今天弄坏我的包是小事 但是你害我在圈子里抬不起头 这可是大事 对不起 余泱 我跟你没法 服务员 对不起 你好 请问有打火机吗 有的 我帮你擦干净 对不起 谢谢 我不想听对不起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还有警察干吗 很威风啊 是他先把我的包弄坏的 不关你的事 我当然不想多管闲事了 但是你为了一个假包 在这里大闹 我只能够有办法 我请不吝点赞 我感谢你 你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你骗人 我花了那么多钱买的包 怎么可能是假的 那只能说明你蠢啊 赶快拿着你的包消失吧 韩叔是从国外带来的 原来是个假货呀 雷世珠宝的千金 连个包的成假都分辨不出来 他家的珠宝会不会也是假的呀 笑死了 这要谁要去他家买呀 就是啊 你们看 这包质感这么好 我采了这么久 没有变形 也没有脱线 这么好的包 怎么可能是假的 假货就是假货 就算质量再好 也是赚品 你凭什么说我的包是假的 你才是假的吧 你鼻子是假的 胸是假的 你浑身上下都是假的 就连你的婚约 它也是假的 药王子根本就不会娶你 从来就没有人爱你 林星辰 你给我记住 我绝对会给你好看的 就凭你 连自己包包的真假都分不出来 你连给本小姐提鞋都不配 林星辰 你 林星辰 你 哎呀 算了 走啊 走啊 你看 余泱泱 你怎么这么好欺负 你不会说点别的 谢谢你 不然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呀 我跟你没那么熟 我只是看不惯她拿个假包 我不是那个意思了 先撑你裙子脏了 我帮你擦 哎呀 不用 我说不用